干杯 做饭 做饭 午和你要吃那个雪吗 嗯哼 其实不太冷 所以刚刚进去 习近YUNA的 YUNA的家长会 其实进去到现在应该还不到十分钟 学期现在已经开学两个半月了 然后就会有一个你的成绩单 然后这边的成绩单一年级的话 它只是分excellent 它不是分数的 是分level的 我还是饿 你还是饿啊 那let me think about it 我们要吃什么 and then 它那边是有excellent good and satisfactory 就是这样子分的 这边美国的话 就是家长会的话 一年应该是有两次 就是跟老师一对一的对话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你就可以问一些 关于小孩子的问题 可能学业上也好 或者是有任何问题 关于学校的 或者是在功课方面的 你都可以问老师 老师都会给你讲 不过我觉得现在Yuna还是太小了 所以其实可以设计到的问题 都不是很多 上完家长会 然后呢就要去曼哈顿了 Yuna你饿啦 饿啦 我还在冬天 お? 在冬天 我还在冬天 我还在冬天 所以一下就開始融化了 可能沒有太多風 但是還是蠻大到 前面的路完全是看不到的 現在的話,Yuna已經在車上睡著了 然後呢,我現在是在 Queensboro那個橋上面 剛剛給老公打給我吧 然後老公問我 你是不是真的決定要去你自己想跑 說今天會有大概三到五吋的雪 之前早上給他打電話的時候 他很傾訴的跟我說 對啊,你不是要去嗎? 昨天都說好啦 那就我去接Jimmy就好了 然後我就想說 哇,他其實是一個平常非常擔心那種 下雪天開車的事情的人 既然跟我說 說完全什麼都沒有說 就說可以去 然後我就超嚇到 結果我剛剛給他打電話 然後雪已經開始嚇的時候 開始問我要不要真的要去 我就說OK啦,去啦 反正我回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能會成為 這是音樂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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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